生文是听佛教导而悟道的人 阿罗汉是生文者中脱离迷惑烦恼的尊贵者 菩萨是更凌驾其上 引导迷途的人们未来以成佛为目标者 当然,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一切平等的世界 所以弟子间也没什么差别 大家都得到欧弥陀佛开导而悟道 所以这里和刚才讲的鸟儿一样 宗室是生文、阿罗汉、菩萨也不因而有差别其事 舍利佛啊,极乐净土就是这么完美的世界 舍利佛啊,转生到极乐净土的人们 每个人都得得到悟果 其中特别优秀的菩萨是数也数不清的 从现在开始,知道极乐净土的每个人 可以祈愿转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个世间被烦恼污染 没有人是清净的 所以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祈愿 要转生到能跟许多圣者同处一共同相会的净土 同处一地相会 也就是所谓的聚会一处 转生到极乐净土的话 就能和圣者们以及死去的双亲兽族在一起 大家一起得阿弥陀佛开导 悟道成佛 世尊的这些话 后来不知安慰了多少人 鼓励了多少人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转生到极乐净土呢 现在就到了阿弥陀经最重要的一段 世尊最先说 祈愿,也就是祈愿自己能转到那个国度 可是,社利佛啊 即使我们都能积一些修行 还是无法转生到那个国度 世尊说积一些修行还不够 那么积很多修行就可以了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 不论是多么优秀的人 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而且还有自以为做的善事的自满和心态在里面 净土祖师把这个称为自利 自利就是过于自信 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成佛 悟道的心态 净土祖师认为 自利绝无法达成心愿 那么失去自利意图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社利佛啊 如果这里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名称 支持其名号就是保持 赞唱其名号立刻得救的信心 支持其名号也就是念佛 支持名号者 或是一日 或是二日 或是三日 或是四日 或是五日 或是六日 或是七日 一心不乱 称其名者 一日或七日都可以 重要的不是日数或念的次数 重要的是相信阿弥陀佛的拯救 支持其名号不可以有杂念 只要专心赞唱南无阿弥陀佛即可 当那个信者的寿命将尽时 阿弥陀佛会和许多圣者 出现在信者面前 接引他到西方 一直到信者逝去 离开人间 信者的心也将不会迷惑 转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去了 净土宗的开祖 认为阿弥陀经的这一段 有很深的含义 历代祖师说 不只是我相信 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 也给予了我们信心 阿弥陀佛在成佛前 发下拯救一切众生的大愿 如今大愿达成 化成了六字名号 所以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时 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发挥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就称为他力 不是以自力修行悟道 而是求助阿弥陀佛之力 相信阿弥陀佛拯救众生之愿 这就是他力念佛 这才是真的念佛 是罪孽深重 沉溺于欲望中的我们 唯一能转生到极乐净土的方法 这就是历代祖师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赞唱阿弥陀佛时 阿弥陀佛一定马上出现 对了不必等待临终 现在就可以得到转生极乐净土的保证 净佛祖师认为 这就是世尊讲解阿弥陀佛经的真正用意 舍利佛啊 我就是知道有这种大利益的事 才会说这个法的 舍利佛啊 赞美阿弥陀佛的神奇功德的人 不只是我一个而已 在东方世界也有 南方世界也有 西方世界也有 北方世界也有 下方世界也有 上方世界也有 多得像横河细沙的诸佛 也会出现在诸国度 显现他美